今天最红的动物就是猫熊银亚了 这几天的民众走在台北街头 应该会看见银亚的分身 快闪啪啪噪 因为台北市政府从28号开始 将在师府前广场 展出1600只的只做猫熊 这猫熊军团每天活动结束 都被收在货柜车里头 还派保全24小时小心的保护 但如果你眼镜够立的话会发现 在这猫熊军团里头 有十位特别来宾也一起亮相 原载分身啪啪噪 快闪结束要回家 直进工作人员拿出大纸箱 一只两只慢慢收 还用塑膠气泡垫一层一层包起来 保护只熊猫大军 请小心再小心 我们就会把熊猫收到货柜 现场的货柜里面 那就是晚上的话 它就会在货柜度一个晚上 我们在展览期间 其实我们24小时都请保全 所以保全都会帮我们看着 一千六百只熊猫逛大街快闪 让民众全都海凡了 手机相机通通拿出来 但镜头里好像不只有一种动物 北极熊 台湾黑熊 还有八色鸟 通通来作伴 原来是主办单位 怕一样太寂寞 招来十位 比例绝种的动物 来当特别嘉宾 其中包括台湾石虎 猪螺树蛙 白海豚 绿西龟 还有台湾云豹 就藏在猫熊大军里头 总共有十种 比绝种保育的动物 那有 大概有六种 都是台湾的 稀有保护动物 那它在里面呢 其实我们想要在这个 影像中去说一个 关于这个动物的故事 2月28号起 猫熊军团和它的好朋友们 将会在市府前广场 公开亮相 主办单位还特别 加派30位人手 24小时全程保护 因为紫熊猫展完 将会公开拍卖 到时候就真的可以 让民众带回家了 记者郭西洋 林冠志 台北 送到